第21题名称使用上米天平测量物体质量 物体放左盘平衡时右盘上的砝码有50公克一个 20公克一个 5公克一个 500毫克一片 100毫克两片 请问此物体的质量应记录为多少公克 那我们晓得我们把砝码的质量加起来 就是我们的物体质量 我们有50公克一个 有20公克一个 有5公克一个 这样加起来呢 就是我们的75公克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500毫克 500毫克就是0.5公克 所以75再加0.5 还有一个100毫克0.1公克有两遍 所以要乘以2 所以呢75加上0.5 再加上0.2 也就是75.7 这个7是所谓的最小单位 100毫克0.1公克 我们再进入时候要加上个估计值是0 所以我们应该写作75.70 第二十一题问我们说 请问此物体的质量应记录为多少公克 我们答案选的是B 75.70 是一个人的货帽来 accord 那是我们的货帽来备好 对方的货帽来